第七十四章 学习黑龙寨 念天双眼之中 也是略过一抹冷丽之色 宣记也不多说任何废话 手掌一挥 便是和林孝林马二人 率先冲出顶目庄 在三人后方大批的人马 如同黑色红流一般涌出庄子 站在院墙上 林洞望着那飞快消失在夜色中的林家人马时 也是倾吐了一口气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林家如此兴师动众 可以想象 当那黑龙寨被剿灭的消息传出来后 对于这附近方圆数百里之内的众多势力 将会是何等的震动 看来林阵天他们 的确是不打算再像以前那般继续延忍了 天色渐渐明亮 太阳突破大地的束缚 再度将温暖的阳光 惊泻到了大地的每一处 院墙上簇拥着不少林家小一辈的人 林洞坐在一块石墩上 与一旁的青坛林侠等人笑谈着 而在谈话时他也是见到 林侠等人的目光 总是不断地对着遥远处眺望而去 眼中有着担忧之色闪动 放心吧 黑龙寨虽强 但此次我林家也是倾巢而出 而且还是爷爷亲自出手 那黑龙寨不会有第二个结局的 林栋笑着安慰道 听得林栋的安慰 林侠等人面色也是稍稍好看了一点 我与林洪应该能够在两个月内突破到地缘境 虽然这不能跟你比 不过到时候也能帮家里的一些忙了 林侠撩开散落在额前的一缕青丝 突然轻声道 文言林栋也是微微一笑 因为有了阳元石旷迈的缘故 现在林侠林洪他们所享受的待遇可远非以前可比 甚至连阳元丹偶尔都是能够使用 这要是放在以前可是极难想象的事 而有了这般待遇 他们的修炼速度也是加快了不少 回来了 林洪自石堆上跃下 刚愿让众人先去休息一下 心中却是突然一动 略微有些欣喜地抬起头 望着那视线尽头 那里隐隐间有着低沉的马蹄声传来 听到林洪此话 林侠等人也是大喜 急忙起身 果然是见到 大批的人马出现在了视线的尽头 最后带起红隆隆的马蹄声化为一股洪流 冲进了敞开的庄门之内 随着这批人马冲进铁幕庄 淡淡的血腥味道也是从他们身体上蔓延而开 显然在此之前 他们经历了一场血战 望着这批凯旋而归的人马 庄子中也是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爹 解决了 林洪自院墙上月下 望着林孝低声道 他能够看见林孝衣衫上沾染上的一些阴红血迹 嗯 从此以后 这里就没有黑龙寨的存在了 林孝的神情显然是极为的兴奋 他笑眯眯的拍了拍林洞的肩膀 然后掀开后面一辆马车上面的黑色油布 露出其中堆的满满的众多黄金 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物品 这些都是从黑龙寨那里搜罗而来的 这些盗匪也是颇有些收藏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东西 尽管拿去便是 林孝道 林洞的目光也是有些好奇的看了看马车上 手掌在上面翻了翻 对于所谓的金盐珠宝 他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所以他的目光几乎全部都是停在了 那开上去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上面 在拿众多物品中捣鼓了半天 林洞却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 而就在他忍不住想要放弃时 一块大约半个脑袋大小的黑色金属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 这块黑色金属被布满着灰尘 并不怎么吸引人注意 不过在林洞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 却是感觉到脑海中的精神力 微微波动了一下 呵呵 你的眼光倒是不错 这是一块碎圆悬钢 对于破除原力有着极为不错的效果 若是在一些武器中掺杂一点这破原悬钢 就算是寻传听元镜高手 都不敢被正面击中 不然的话恐怕就直接是个血窟窿 见到林洞目光顿在那黑色金属上 林洞也是笑着道 当然 这破原悬钢更奇特的是 对于精神力有着极为良好的承载疏导效果 原来如此 听到这句话 林洞方才恍然 脑海中的精神力缓缓飘散出一丝 缠绕在那块黑色金属上 后者顿时漂浮起来了一点 见到这一幕 林洞眼睛却是略过一抹亮光 最后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掌 将那块黑色金属抓进手中 笑道 那这东西就归我了 黑龙寨被剿灭的消息 在林振天等人顺利回到铁木桩不久后 便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传进了众多势力的耳中 而对于此事 也的确是不出林洞的意料 引发了不小的震动 黑龙寨虽说在那些盗匪中实力算不得顶尖 但拥有着两位天元经高手的他们 也算是名列前茅 然而没想到拥有着这等实力的他们 依然是这般被林家轻易剿灭 这倒是让他不少势力 开始收起以往的一些惊世心理 清阳阵 雷家 嘿 好个林家 这是在故意显微给我们雷家看吗 在那奢华的房中 雷豹坐在太师椅上 端着茶杯淡淡的冷笑道 父亲 看来林振天应该也是猜到了 是我雷家驱使黑龙寨去袭击铁木桩的 雷皮皱眉道 知道便知道吧 他能如何 雷豹摇摇头 玄机目光一闪 说道 这一次林家去严城 应该还是销售阳原石吧 嗯 铁木桩内必然有着一条阳原石矿脉 不然的话 林家绝对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时间 拿出这么多的阳原石 雷皮沉声道 雷豹浑浑地点了点头 眼中有着贪婪与阴森之色闪动 对了 父亲 这一次黑龙寨奇迹铁木桩 之所以会失败 据我所知 好像是林家的那个林洞 进入了天眼镜 雷皮迟疑了一下 突然道 林洞 那个才十六岁的林家小兔崽子 怎么可能 听得此话 雷豹也是先愣了一愣 玄机突然失声道 那声音都是因为震惊 变得尖锐了许多 见状雷皮也是苦笑了一声 他也很不敢相信 但这的确是事实 雷豹苍老的脸庞抽出了几下 最后突然变得猙獰起来 森然道 雷皮 找机会将那个小子给做了 至于林家 他们也嚣张不了多久了 父亲可是要突破了 文言雷皮先日一正 玄机灭露狂喜的道 等我顺利突破的那一天 这青阳阵 便将会彻彻底底 变成我雷家的地盘 雷豹嘴角阴森更慎 他望着铁木桩的方向 咬牙切齿的喃喃道 林震天 我要你林家 全部变成丧家之犬 于是 敦一 Sax ready